神会和尚 无善的菩提法 就我们讲了半天是真正的佛法 诸佛生叹不思议 不思议没有办法用道理讲的拼命在这里讲 讲见闻不见的 真闻不闻等等 诸佛生叹 诸佛的生叹 何况是我们呢 诸佛的生叹不思议 你没有办法去了解这个 知识 各位 一一能来 各位能够来 这里发点是 各位发无上的菩提心 没有发现怎么会来呢 想提管也是一种菩提心 假如我错了 我来纠正你 所以我也要向他谢谢 诸佛菩萨真正的善知识 是什么 极其难执欲 很不容易遇到 不是我在讲的 神会和尚 过去我没有听到过的 今天原来这样 真见不是在我见的这个上头 我见不是真见的 这个奇怪 今日得闻 习未曾 以前没有听过 没有遇到 今日得遇 碰上了 遇上了 很倒霉 是不是 我平常做人做事很好 也不会盘 不要熬腿 你知道这个什么 只管达做害得我 痛了五天 倒霉 但是真正倒霉的 不是这些人 今日得遇 涅槃经说 佛告诉家业尊者说 从兜术天 你看 这兜术天 我们比方是从 很高的 从月球上 现在可以登月球了 从那里丢一个戒指 小小的一厘米一样 戒指丢一下 我们在这里 拿一根针 在这里 它那个戒指 那么远 那么高的地方 下来下来 刚好是真风 要碰到这个真风 难不难 碰到别的地方 还不算 要真风 刚好是真风 碰 戒指就抓住了 是吧 真风刺到了 难不难 非常难 他说什么 头研佛体 就是我们这里 地球 一真风 思维难不 他说 问哦 内潘经说 佛在问家业尊者 这个难不难 各位讲 难不难 难 我们那个打棒球 投手要丢到那个 好球球袋 那么大 一个球那么短的距离 就很不容易 投进这个好球袋 那么小的戒指 从月球 那么高的地方 丢到我这一根 我把一根针 摆在这里 你要丢到我的真风上 难不难 这个 家业就回答世尊 因为老花言 我也瞪着眼睛看 世尊 佛告家业 从未为难 他说呢